学会责任与爱心五 小蜜蜂做橱工 小蜜蜂西西住在蜜蜂王国的第101个小房间 暖暖的潮飘出一阵阵花蜜的味道 西西每天的工作是留在蜂巢中 给兄弟们准备花蜜 再摆上101个小小的花棒碗 草精筷子 等待采蜜的兄弟们回来享用 这一天 西西清洗了很多碗筷 非常疲惫 不知不觉在向日葵花盘上睡着了 没有准备午餐 中午小蜜蜂们劳动回来 却没有吃到食物 只得饿着肚子继续去工作了 蜂王听说这件事后批评了西西 认为她工作没有尽费 西西心里觉得有些委屈 觉得自己每天工作很辛苦 便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能调换工作到户外劳动 蜂王想了想 同意了她的请求 让她和蜜蜂兄弟们一起去花园采蜜 并由另一只小蜜蜂接替了她的厨房工作 晴朗的好天气 小蜜蜂西西飞上花枝 快乐地跳舞 她和蜻蜓蝴蝶一起玩耍 心情非常愉快 这一天 西西因为贪玩 只采了一点点花蜜 蜜蜂队长健壮摇摇头 希望她能转变工作态度 认真负责 第二天 小蜜蜂西西不敢贪玩了 她采了很多花蜜 努力劳动了一上午 中午时分 小蜜蜂们飞回潮里 可是负责午饭的小蜜蜂工作不熟练 只准备出99分食物 小蜜蜂西西没有吃到午饭 小蜜蜂西 工作真辛苦 那天都怪我不好 让大家吃不到食物 蜂王笑着点点头 把自己的花蜜 封给西西吃 从那以后 小蜜蜂西西的心 转变了 无论做哪一份工作 她都会尽职尽责地完成好 小蜜蜂西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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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蜜蜂西 小蜜蜂仁